MING PAO TORONTO 更多更多有心真正想要学好英文 或者是必须使用英文的朋友来学习 快速的针对方向指导黄龙 很快的学出能够运用 能够参加考试的本事 那么这一系列的视频交到最后 我们还想给大家提一下 我们觉得最过瘾 也是最有成效的 就是当学员面对面 来跟着我们学习的面授的课程 它的特色就是快速特效经济 更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能够学到 学到的是真正能够上场使用的本事 说到用就是听说读写 那么我们今天先谈快速练出写的本事 怎么样子写得更好 怎么样写得更正确 在英文的使用当中 说话固然是很重要 可是进了职场就知道 会说的人不少 能写的人并不多 所以如果各位的写英文的本事 如果能够很好的话 那么你在职场是更受欢迎的 那怎么样子快速的练出写的本事 我们在这边给大家透露一点方式 让大家能够体会 甚至进一步能够获益 各位看到这是一句非常常见的 在商业的文书email里面出现了个句子 说attached in this email is the meeting agenda 那么很多的朋友 因为并没有受过完整的语法文法的训练 所以呢就是用背诵的 是的背诵也的确能够应付 但是在半懂不懂的情况之下 其实自己也不是很有信心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字叫attached 我们都知道这是附加上去 这是一个动词 为什么这个动词可以摆在这边 然后后面又有一个意思呢 所以半懂不懂的朋友 这时候心中就打鼓了 我这样写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我都是背人家超人家的 实时心中并没有一个定见 现在各位如果想要写 这是最容易的 为什么它有一定的格式 语法非常的简单 在我们教的一二三加四里面 分析一下你立刻能够懂 懂了复制一下 你就能够写得非常漂亮的句子 我们来欣赏下去 先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给大家说明一下 那么简单你懂了 复杂的困难的 都一模一样的道理 那么现在请各位看 the word is written the word是一 被写is written是二 被写在什么地方呢 on the board 在黑板上被写出来 这在英文叫做一个被动语态的一个简单的句子 现在我们可以做倒装的现象 各位请看下一步 我们先把这后面的部分 written on the board 这个部分把它调到最前面去 再把主词跟这个逼动词做倒装 我们看下一步 就变成了 written on the board is the word 这个字被写在黑板上 各位 我们一定养成习惯用念的 所以你才会快速 为什么我们教的学生可以这么快速 很简单 一边念一边记 一边念一边记 等一下就出来了 我们再回到它原来的样子 叫做 the word is written on the board 把它调到前面去 written on the board is the word 我们要多念它几次 现在在视频前的朋友 你就假装在我的面前 跟着我们一起学 the word is written on the board written on the board is the word 再来一次 the word is written on the board written on the board is the word 所以念了几次 应该是心熟 嘴熟 然后思考熟 所以很快的 written on the board is the word 这个字被写在黑板上面 各位回来看我刚才说的 这个email商业书信常用的这句话 attached in this email is the meeting agenda 根据刚才的道理 我们的主词是这个 the meeting agenda is attached 这个会议的行程表 is attached 是被附上去 附在哪里呢 in this email 在这封email里面 附上了这个meeting的行程表 所以这个句子上还原 the meeting agenda 这是一 is attached 被附 这是二 in this email 就这样子 合在一起 这是原来的句子 那么各位这样写 当然是可以的 这是正常的句子 那有时候为了强调 attached 把它调到前面去 加强语气 就变成了 attached in this email is the meeting agenda 各位要干什么 养成念说的习惯 一二三念出来 很快的记忆 很快的运用 原来是 the meeting agenda is attached in this email attached in this email is the meeting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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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样子就出来了 真正理解它为什么 你心中更有信心 你的写作能力 自然就提升了 这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那么如果整个语法学好 那你这肚子里就充满着 各式各样不同的好句子 所以很简单的 照本宣科把它复制一下 就变成你的句子 你的写作立刻就大幅的进步 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为什么很自豪 这个教学的成果 因为一个一个的把它教好了 这个教好 谈到的叫做一定一定要好 不是马马虎虎 而且是在快速特效经济的情况之下 一定能够学好 而各位朋友 这只是写 如果英语教学的方式是正确的 各位听说读写会同步进步 同步的好 绝不可能说 我会读不太能写 会写又不太能说 说又不能听 这都是不对劲的 所以在我们的面上 为什么我们这么自豪 听说读写都能够进步 因为绝大多数朋友在职场上 你们不但是要正确 而且要快速 而且要能够真正的上场去运用 有这样子需求的朋友 欢迎大家来了解我们的 面售的行程 谢谢观看 afterno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